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為什麼是大學 大學說什麼 誰說只有我們男生 寫後寫後差很多 你們女生還是一樣 好 男生在抱怨 對 本來都是女生在抱怨吧 說我們男生寫後寫後差很多 可是我覺得 這句話是說的意思 我們要怎麼樣 把話說清楚 對不對 人類學博士 Helen Fisher Helen Fisher 對…曾經說過 好 這是一個研究 就是在熱戀期的時候 人類的大腦某一個部分 對 它會特別的活躍 活躍那個部分 就跟你開心的時候 的那個位置是一樣的 就是戀愛就等於開心 在熱戀期的時候 更專注 然後更好玩這樣 對…更願意付出 但是熱戀期一過 火雲變死 對 整個氣氛都沒了 整個就 對不對 傷心的感覺 真的沒有嗎 你自己覺得你教我什麼比差 女生有差別 沒有 我覺得這確實是 男生加女生的責任 不是指男生的責任 沒錯 今天我們還是有一些嘉賓 來到現場 但是這一隊不簡單了 真的 熱戀一陣子 到現在聽說那個熱度還是非常的熱 有嗎 這麼熱 看起來還是這樣子好不好 一起歡迎史丹麗的GIG 好… 好… 就好… 兩位應該是比較特別對不對 所以問一下史丹麗 你有觀察 比如說嫩妹跟熟女的交往前後 是不是有差別 嫩妹比較會妝 比較會給白 真的 熟女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就會比較無視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老妹經過人生跌跌撞撞 有了這麼多的經驗就知道 其實真的不要就是不要就要先說 就不要再裝了 就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所以回到前面的問題是 兩位的熱度到底有沒有下降 現在很HOT就HOT 你不覺得過來這邊整個很熱 其實還滿不錯的啦 對不對 真的嗎 你們現在還會做什麼樣的 對啊 對 閃光… 現在走在路上還是會 一直牽著手 然後也是會 對 鎖穩一下 也是會 對 都還是會的 親一下… 也是沒有這個必要啦 我都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假裝在路上 假裝在路上 假裝在逛街 沒有人的時候… 好啦…還是很熱戀 是 好 但我們今天好好討論一下 對 首先先問一下男大聲好了 跟女生交往多久之後就會發現說 女生的行為有點改變了 來 今天史丹利也要幫幫我們男生 又婷 Kiss的那一刻 對 Kiss的那一刻 口臭嗎 不是口臭 就他覺得他已經把你的身體交付給你 所以很信任你 所以他就開始 就是展現自己真實的內心 真的嗎 對啊 他就變另外一個人了嗎 就是真實的自己 他真實的自己就冒陷 就是冒出來了 通常會有什麼樣子的行徑 就是他會怎麼樣 直接全裸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 全裸有什麼不好嗎 又婷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這集是要抱怨你誰 那是什麼樣子 通常這樣是一般 我們不太會抱怨的 奇怪了 台產這個很誇張 說我被征服後 因為我通常在感情世界 我是一匹爺馬 他們很難馴服我 然後一旦我交出我的真心 他們把我去 就是女生得到我之後 把我吃乾媽淨之後 就覺得我已經沒有什麼 因為他已經得到了 因為爺馬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 就是男生說 男生通常會壞 可是男生要有一點壞才可以 因為他真的 你是壞掉的壞 不是 真的有點壞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要探查 這些女生的真心 所以我們一樣請來了 我們女大生組成的蒙面軍團 歡迎你們 他們今天因為某個店 所以即將說出他們 真正內心最真實的感受 好不好 好 想要請問一下 蒙面的女大生 你們覺得交往前後改變這麼大 是因為不那麼愛那個男生的原因嗎 是變比較不愛了嗎 我覺得你們太虛偽 全部打差屁耶 你們都已經蒙面了 蒙面還有夠誠實 看起來包袱很重的2號 就是因為太愛了 所以才會把自己全部都給命 等一下 現在這個是0204嗎 就是 第三星公關的節目吧 第三星公關 什麼意思 對 會把全部就是 所有都表現出來 所以才會讓我們很嫌 所以是因為太愛 全部不保留 就都讓你知道的意思 對啊 3號是這樣子嗎 3號 因為就是覺得 在一起很久之後會比較穩定 所以就會把這次的影片給男生看 穩定了就忍不住就是本性陷漏了 他們大概都是這個意思 是 好 但是我們今天 其實這個男大師要來提出一些控訴 我們從約會篇開始 約會篇第一個是事前打扮篇 熱戀期的時候 是提前一兩個小時起床準備 想辦法讓自己狀態最完美 但是一旦穩定交往之後 會約會前30分鐘才起來弄 隨便打扮就出門約會喔 所以又停 對 約控訴 沒有錯 這太誇張了 就是之前熱戀期的時候 他前兩個小時 就我們約會前兩個小時 他就會趴起床 然後開始化妝 然後想著今天要穿什麼衣服 甚至他還會給我仰臥齊坐 讓自己的小腹變得很平 等我到手之後 誇張了 他誇張了 他30分鐘前才起床 而且摸摸自己的臉 好像素顏也沒差 然後就直接出門跟我約會 想要請問男大師 有沒有就是在交往之後 馬上變很邋遢的女友 有沒有交過這種的 來 宣傳 小兵 有 我跟你講 在熱戀期的時候 女生就是會想要 就是給你看到最好的一面 可是當你有一天 你看到他的素顏一次之後 他就會 慢慢的那個妝 會越來越淡… 而且淡到就是 他到最後不化妝 然後他會覺得 他可能今天你們出去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我有塗一點防曬 就已經算是對你很好 這樣子 對 施捨心就來了 我就要塗防曬 所以我今天已經有塗防曬了 對 這種感覺 大好 以前熱戀的時候就是 他會提早一個半小時 就出門一個半小時會打扮 然後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之後穩定交往之後 他就是 就穿著睡衣 然後素顏 然後有時候頭髮還沒有洗 就跟我出門 對啦 好像確實是穩定交往之後 也比較不想洗頭 就是洗頭 小小也是這樣 你知道你頭髮 女生頭髮很長 洗頭真的很累 然後男生又不願意幫忙吹的時候 男生要幫女生吹頭髮 當然 因為女生從洗到吹完 可能要花三四十分鐘以上 對啊 如果男生不幫忙 我們就覺得 那就不先不洗一天吧 不洗一天倒是還好啦 對不對 這樣是有更誇張嗎 我控訴的也是我那個前女友 就是會打無聲電話 騷擾我那一位 洗腦那一位 十五吧 我跟你講他很不敬業 因為我很倒楣 我在跟他交往的第三天 第三天他那個就來 你知道女人那個來 就像狼人一樣 就月圓直接會變身 然後整個就心情都讓他轉變 我就是遇到他那個來之後 那一天他就說他身體不舒服 就隨便穿 以前三天前 前兩天 我們交往的時候 他都會精心打扮 然後第三天開始就根本沒打扮 我見面就想直接給他過肩摔 你知道他穿扯嗎 他穿扯 他穿那個打籃球的籃球褲 然後再上衣穿一個卡通衣 就是這一支 又是這一支 這一支叫 倒盤皮卡丘 倒盤 卡通衣就算了你穿倒盤的 而且我們是看電影 皮卡丘 籃球褲 假腳脫 超不敬業的 但這跟你的穿著還不是差不多嗎 其實是情侶方 他會是為了要取悅你 你又誤會了 其實最愛 對 好 這個要問一下 我們這個蒙面軍團 就是因為這邊感覺上是 熱戀期跟穩定交往之後 差很多 所以各位在這個 穩定交往前 你們是用什麼方式 來勾引男生上勾 熱戀期的時候 出門前都會努力做仰臥起座 但是 酒吧之後 就會在他面前敷臉 還會叫他幫我按我腳 然後腿細一點的時候再出一門 穩定交往之後 到底會差多少呢 就是在一起之後 都會覺得男生好像也沒試過打扮自己 那為什麼我們要化妝給你看 憑什麼 妳會覺得說 看男生付出多少 我要付出比較少的 可是這個事情很有道理 因為台灣很多男生真的不打扮 對啦 然後女生把自己弄那種漂亮 覺得自己好像要喝喜酒還幹嘛的 就覺得也沒這個必要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 妳說我穿著漂漂亮亮 然後男生穿著綿棒服跟我出門 這樣不是很奇怪 可是這幾點應該 我覺得算還好吧 1號妳是不是有話說 如果男生來家裡約會的話 剛開始都會戴隱形眼鏡 然後穿很漂亮幫她開門 然後在門口等她 可是現在只要她來家裡 我就會開了門 跑到房間做自己的事 而且還會光著身體走來走去 光著身體走來走去 好 這樣很好 好 好 交往 不見得喔 說不定1號對於自己的身體 特別沒自信 對啊 是不是 好 OK Gigi呢 Gigi會有什麼 差異性比較大的新聞 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異性 對 因為她 你看 因為我 我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我很喜歡剪那個短髮 就是因為她可以每天洗頭 她不用怕頭髮很長 都不會洗 但是我有周圍的男朋友 男生的朋友 他們交到女朋友是真的差異很大 然後真的出門 隔了一陣就想說 她是同一個人嗎 就本來可能是許維恩 就女神那樣 後來之後過幾個月之後 因為她整個就鬆懈 然後她覺得太幸福了 然後兩個人就一直吃… 而且有女生本來就是每次約會 然後跟我們出來 就大家都漂漂亮亮的 然後很乾淨 然後後來她也就是熱戀 交了一個男朋友之後 然後我就說 妳今天妳看起來不太一樣 她說對 因為我已經五天沒洗過澡 哇 因為她就每天都跟那男生 窩窩在家裡 然後跟她男朋友窩在家裡 然後她就覺得好像其實 沒出門也沒必要洗澡 史丹麗妳要說什麼 我覺得女生 其實剛跟男生交往的時候 妳真的打扮得好看是正常的 但是妳不能真的交往之後 然後妳 妳當然不用像一開始那麼誇張 但是妳至少要有一點那個裝扮 淡妝或是比較太隨便 因為其實這樣的話 久而男生就會容易膩了 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妳就是 就是 對 就是妳不認識我 然後每天看到妳都這個樣子 我會… 妳根本就沒有用心在這個感情上面 對啊 因為這個 因為二號 妳現在是有一個穩定交往的男朋友 二號 二號 我剛剛經過她的時候 我發現她腳指甲都掉了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 你也過 我可以去把她掀起來看一下嗎 那是一塊一塊就這樣 現在可以讓我們看一下嗎 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妳是誰 該不會有機會 來 現在不要動… 顏色好幾個都已經掉了 而且這指甲 就是有曬過太陽 泡過海水 然後退色了 對啊 不是… 光聊就掉了 反駁什麼 不是光聊 就是這指甲油而已 可是因為 反正平常穿的鞋子 你們也看不到 可是男朋友會看到 但是這真的就是熱戀 和穩定交往女生的心態 對 對 一開始就會因為細節 不能被發現 所以現在就乾脆不要擦 對 我也不要擦 比較快 對 好 OK 所以這個句句 請問一下女生約會打扮 變得邋遢 是不是因為說男友的魅力 對她們來講已經降低了關係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有兩個因素 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能第一個就是覺得 到手了 穩定了 那就這樣 反正以後妳看到的 我也差不多就會是這個樣 另外一個可能就真的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有些可能就是老夫老妻 她就這樣 就是拖著那種感覺 是不是 男生假如也可以忍耐的話 好 但接下來又有其他的控訴了 是不是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 出遊抱怨篇 在熱戀期的時候 女生都常常說 只要有你在什麼地方 都是最好玩的 可是一旦穩定交往之後 就覺得說 去哪裡都有理由來打槍 怎麼樣 你是要我帶你上天堂嗎 總是男生要控訴一下 來 有車比較好把妹嗎 史丹麗當場 剛上男大商 我一家有之後 就會常常拒絕男朋友的 一些提議的人 就是出去一定要開車 那坐計程車不行嗎 計程車可以 我覺得像剛剛那個六號 一定要有車子 我就不可以接受 空漢你有話要說對不對 如果人家因為沒有車子 不要你 那表示你要檢討 我這輩子都沒車 我叫我女朋友 應該比你多吧 大哥你叫得比我多可是 大學生了沒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出遊抱怨篇 在熱戀期的時候 女生都常常學 只要有你在什麼地方 都是最好玩的 可是一旦穩定交往之後 就覺得說 去哪裡都有理由來打槍 怎麼樣 你是要我帶你上天堂嗎 總是男生要控訴一下 Patrick 是我要控訴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呢 女生剛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去哪裡 都跟小敏一樣 好啊… 哪裡都很開心 因為只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連電影他都不挑種類 就是你想看什麼 在暴力 他都說 這個我沒有看過 不然一起看一下好了 但在一起之後 他想看的片子越來越明顯 這個太血清 你要不要找你朋友一起看 然後現在去哪裡 如果我說要看電影 他就說 除了電影沒有別的了嗎 就這樣 你的人生只有電影了嗎 好嚴重 真的喔 對 差這麼多 穩定期跟熱戀期的差異 來 請問一下大家 約會內容 它的標準會不一樣嗎 來 台彩 我以前熱戀的時候 我也是約他騎腳踏車去踏青 他就覺得我很樸實很可愛 然後就很願意跟我去 然後到現在 他叫我在約他去騎腳踏車的時候 他說什麼 天氣這麼熱 我腦袋是有病嗎 然後叫我什麼 你要請自己去騎就好了 說說我還不會為他著想 天氣這麼熱是要讓他曬傷 我覺得很委屈 所以穩定期的時候 以前都不會曬 以前都曬不傷 對啊 得到我之後就不會曬傷了 可是他我覺得你這樣是 穩定期之後 他比較願意跟你說實話 是不是 等一下… 上面這兩位 你們為什麼老師有話要說呢 阿倫你要說 你們可不可以就不要說了 對我前女友的事蹟太多 真的是懷恨在心 所以不得不控訴 像我的事蹟一樣 就是那一位穿皮卡丘 然後我又想給他過肩摔 他又會騷擾我那個前女友 首先 就是以前我在交往認識的時候 他只知道我有機車而已 我沒有錢開車 買車 結果他還說他很喜歡坐摩托車 而且每次當我伸腳抬腿 跨到機車上面的時候 他說那個樣子帥極了 還說我叫Sky哥哥 神之跨 然後等到Sky哥哥 神之跨 神之跨 那是瞎講嗎 瞎講 瞎講話 你有多久以前哪有什麼人家講 神之跨 我那時候有 十幾年前有人講神之跨嗎 我那時候流行那個公主道 那個正義劍極速傳說 然後然後之後一穩定 完了整個就翻臉 他跟我攤牌 他說其實他很看不慣我騎摩托車 說我抬腿那個當初的神之跨 現在變成小狗殺尿 然後他還叫我說可以的話 我就是想辦法租個車 然後載他一趟 讓他過過肝癮這樣 就整個都變掉了 會不會你的椅殿上 本來就有尿味了 奇怪 以前就有漏尿的行為 會差距這麼多 對 這個問一下蒙面軍團 用舉牌圈插 各位你們也是這個在 穩定交往前後… 穩定交往之後 就會常常拒絕男朋友的 一些提議的人嗎 圈插 直接打槍他 6號 很多 聽說 圈圈 打了什麼樣 滿誠實的啦 就是我覺得我的男朋友 都沒有組件 所以我就會給他意見 然後就是出去一定要開車 騎車不行 為什麼 不行 這樣會夏天這麼熱 那坐計程車不行嗎 那坐計程車可以 不是 老實啦 算老實嘛 算老實嘛 對 他也成實啦 所以不想曬太陽 對… 4號妳也是常常之後 熱戀之後就會打槍男朋友 就是啊 之前他 所以要看什麼電影我都說可以 什麼片我都會跟著去看 可是現在要看恐怖片不行 然後我現在只想看文藝片 我想看戴珍珠爾環的少女之類的 才要看 那你會逼他一定要跟你一起看 文藝的愛情片嗎 對 那就是你的問題啦 其實差很多 對啊 因為要逼他的話 男朋友在問他找想要怕他看不懂吧 就是看不懂文藝的愛情片 因為我有發現男生很喜歡逼女朋友 去看他們想看的片子 對 然後會覺得你不陪我看 你就是不愛我 可是殊不知對女生來講 在看那裡打打殺殺 然後金剛變來變去 真的有時候滿痛苦的 真的嗎 那我們看星球崛起好了 星球崛起 還就是說 女生通常都還是要看一點 有感情成分 親情或愛情 如果純是那種打鬥 其實對女生來講很放空 而且也很浪費錢去看這個電影 真的嗎 那還好 我周圍有一對就是很模範情侶 他們就在一起快十年 然後就現在還是熱烈 但他們看電影就是他們會 比如說這次我陪你看恐怖片 我陪你看戰爭片 我陪你看怪獸片 但是你下次一定要陪我看文藝愛情 就輪流嘛 對不對 我也覺得該輪流 好 那男生覺得呢 你覺得 他們有哪一些行徑 是真的你不能接受的有沒有 來 Patrick 我覺得像剛剛那個6號 一定要有車子 我就不能接受 真的 這個我也是不行 因為其實說實在 現在不是大家都有車子 然後如果有車子 也許是家裡給你的 然後你就要一直要 有車子才可以出去的話 我覺得就是 那是變成一種壞習慣 就是如果是通車的話 他就不開心什麼的 哪一天沒有車的時候 或他換下一個男朋友的時候 真的… 他換下一個男朋友 是不是就是因為下一個男朋友 那就剛剛好 那就剛剛好 但是這個對你是很不公平的事 對 對大學生比較不公平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好 來 等一下 鍾翰你有話要說對不對 沒有 那我覺得 如果人家因為沒有車子 不要你 那表示 因為他有車… 不是 因為你有車 他有車 我超賭了 我超賭完這種講法的那個 你… 你還沒驚醒一下 史達利正對象 史達利 史達利 我超賭完這種講法 我這輩子都沒車 我交我女朋友應該比你多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他也知道 大哥 你交了比我多 可是 不一定有我多 不是 不是 我的人生沒有在追求處理 失誤… 失誤 我們敵人世界 不要動真情 不要真情 對 不要真的吵 男生很無聊 很大吧 你們都很幾歲 就是一定要贏就對 男生不能輸 請問一下史達利 這個句句有沒有曾經跟你 什麼行程 是你一開始覺得說 其他都會答應 結果後來反而會開始拒絕後面的行程 其實我們 昨天那 其實我才突然想到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 有一次半夜無聊吧 然後就是看完電影 然後我們就跑去看星星 就真的很浪漫兩個人就跑到 是我說要去看的 那是剛開始交往吧 剛開始交往 對啊 從來做這種事 但到現在也看過那一次而已 剛過那一次而已 前天有流星都沒有看 有流星 前天晚上 有這件事 對 但是沒有很多 對 有一些 對 對啊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 太多的行程 然後其實都會講一講 但後來都沒有做 就是沒有 不是我不做喔 因為行程很多 對 就有時候可能問她說 我們要不要去哪裡… 她說好… 可是好到現在還是都沒有 偷偷抱怨的感覺 現在有點在抱怨 我也這種感覺 我覺得男生 有時候想要帶女生出去 哪裡走走 我覺得女生也要稍微鼓勵她 對啦 要提醒她 她是有個動力一直在推她的話 她就 她自己也做得很開心 真的啊 是啊 對不對 請問一下女大生 如果你們有不想去的 約會的地方 你們會怎麼樣拒絕呢 對 都用什麼說法 對 我覺得怎麼拒絕很重要 怎麼推託 可能 我覺得應該就是 最可能就是身體齊來了 對不對 會不會是 就可能剛在一起的時候會說 我朋友聽說那邊不好玩 那我們不要去 就剛在一起的時候會很委婉的拒絕 可是在一起之後就會直接說 交往前去敗如小鳥味 交往後去虛子大開口 穩定期跟 對練期的時候 女生吃飯的態度表現會不會也有不一樣 剛開始在熱戀期的時候 女生其實不會吃很多 因為她就是不想讓你知道她的食量很大 熱戀期和穩定期 你們吃飯的狀況真的有什麼改變嗎 剛在一起的時候 都不敢點太貴的東西 現在都是澳男朋友吃越貴越好 不要吃便宜的 好可怕喔 越好越好 曾經吃過最貴的大概是什麼 應該要吃一個人 當然 有啊 大學生了沒 剛在一起的時候會說 我朋友聽說那邊不好玩 那我們不要去 就剛在一起的時候會很委婉的拒絕 可是在一起之後就會直接說我不要 你直接就說我不要 就不要 沒有什麼理由 你們都不給個理由嗎 每一個人都在點頭耶 會直接跟男朋友說我不要 因為我覺得都在一起了 彼此的時候應該要互相很了解 他也可以拒絕我 但是我也可以拒絕他 突然變得這時候完全不用給理由了 對 好 我們另外再講到譬如說吃飯的時候 就是穩定期跟變期的時候 女生吃飯的態度表現會不會也有不一樣呢 全國差 來 小兵 你說說看 打圈 這也是完全差很多 因為剛開始在熱練期的時候 女生其實不會吃很多 他不想讓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就是不想讓你知道 他的食量很大 然後結果我們男生就會覺得超開心 因為我們其實兩個人出去付一樣的錢 我可以吃一份半 甚至就是吃到一份又 就是把那份全部都吃掉 然後結果後來在一起 然後交往久了之後 他就會開始指揮交通 他就說 你點到我剛剛 你吃到我剛剛點的那一個 不然就是說 你吃這個我不吃 我吃你那個 就是會一開始就會 指揮 指揮 對不對 都要照他的方式才行 還慘 對 我女朋友差不多 他在熱練之前 他說小鳥味 其實什麼都不吃 然後出來就覺得喝個飲料就飽了 然後現在很拍款 現在就是穩定了 真的 他什麼都要點 然後點了之後就吃一口 這個吃一口 這個還好 又什麼都要點 然後不只浪費我的錢以外 然後他吃不下的還要給我吃 可是我都沒辦法點 我自己想要吃的 因為他說把我的也讓給他點 我覺得女生這樣很過分 這真的是 又變任性了是不是 是壞習慣耶 我覺得 對啊 女生這樣的話 請問一下蒙面女大聲 你們覺得熱練期和穩定期 你們吃飯的狀況真的有什麼改變嗎 好 誰有改變 你說一下 有人承認喔 來 1號 就是剛開始出去吃飯 會怕食量太大嚇到男生 就會吃很少 但是交往了之後 正餐會跟甜點分開吃 會逼男生去一些 他們很不想去的甜點店 然後坐在那裡陪我吃甜點 本來小鳥餵的 交往後他分兩次吃 就是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以後 我要再去一個甜點店 對 男友不想去也要逼他去 不管 來 還有剛剛5號是不是也要說 就是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如果我不敢吃馬鈴薯他點了 我就假裝說 好 沒關係 我可以吃 可是後來他點了就一定要罵他 你是白癡喔 不知道我不敢吃嗎 然後剛在一起的時候 都不敢點太貴的東西 怕男朋友付這樣不好意思 現在都是要男朋友吃 越貴越好 不要吃便宜的 越…好可怕 越來越好 好喔 但是因為九九越把它吃乾嗎 以前是就是路邊的奇拉米 就OK 就滿足了 但現在都要吃 你曾經吃過最貴的大概是什麼 然後你會覺得說吃得好開心 男朋友帶你去吃 就是譬如紀念日或生日 應該要吃一個人大概2000以上的 自己還有合度 兩個人吃以後一個人2000 不好意思… 對… 很誇張了 我們進終極懲罰 很快… 不能這樣 沒有 沒有開玩笑的 這個史丹利 你看現在年輕女神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什麼感覺 怎麼會這樣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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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劇情的劇情 不是 有時候真的 並不是淺得多寡 或者東西 東西好不好吃 並不是在於它貴不貴 而是它那個感覺 是整個感覺 對 我這樣真的整個嚇傻了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其實我很怕那種女生就是 她什麼都要點 都要什麼也想吃… 然後什麼都要點 但事實上自己都吃不完 然後最後都是我 都是我在 原來就是你啊 就是在抱怨劇情 因為就有的時候兩個人吃 真的很難點 你又想吃一點 這個又想吃那個一點 很合理 然後什麼都點 然後吃不完 然後都是我一個吃碗的 對 在譬如說喝酒方面也有改變嗎 我以前跟她是朋友的時候 她是 我沒有看她喝醉過 對 然後我跟她在一起之後 我看她 哪有 不是 我跟她在一起之後 我才知道就是那個 怎樣 說出來沒關係 說出來沒關係 接拆管 還是我們要給你一個紙袋 泡一口袋 可以喝紙袋 然後變你 然後喝醉就比較好 她喝醉的狀況其實都是 都會在家裡 而且喝醉的狀況其實 平常也是看不出來 對 她會變得超嗆的 對 然後就會一直嗆我朋友 對啊 對… 是在你面前嗆你朋友 還是說 直接在朋友面前直接嗆 對 然後 嗆什麼 大概 大概就是 就是覺得她很噁心 然後 她那個人真的很噁心 對 就是那個 舅 然後就是她很噁心 因為老可以認識 對 對 老可以認識 然後覺得她超噁心 然後什麼很自戀什麼 就一直嗆 因為你有看過一個男生 一天到晚在換自己 Facebook的大頭照 而且所有都是這樣 而且好像很有承諾的耶 什麼鬼啊 該嗆啊 對 對 然後 然後回去 然後回去她喝喝醉回去 就會變得超 好了 沒事了 就會超人 那個拍有夠大力的 對啊 很傷了 小心了 好 接著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生活篇好不好 生活篇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通訊軟體篇 這個熱戀期的時候會覺得說 貼圖疊字大爆發 一離開立馬跟姐妹分享 但是一旦穩定期之後 回應的這個簡訊比較少撒嬌 而且刷手機居然比我還要重要 天啊 誰來說說看 小便 又是我 這個也是很 就是也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 因為剛開始在熱戀期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 那個Line啊 臉書啊 就是不管他們再忙 就是感覺就是為你而開 你永遠都密得到她 她永遠都會馬上已讀喔 然後就是也會 買很多貼圖 然後就一直按一站 就說你看這個好可愛 或者是講話的時候 都會一直疊字 然後我們只要一離開 比如說上廁所 大概一分鐘 然後她就會馬上跟她好姐妹 然後就講說 我剛剛跟我男朋友 她講 就是講好多 就是很甜蜜的話 然後就一直放閃給她的姐妹 這樣子 然後她姐妹都會一直跟我講說 你女朋友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一直跟我炫耀的感覺 然後現在就是 進入到就是穩定期啊 就是熱戀期過後 她就是現在 我現在變成說 我五句話要 只能換到她的一個 哈哈 然後好棒喔 嗯很好 我覺得不錯這樣子 就是我會覺得說怎麼差這麼多 這會不會已經是意味著 就是差不多該分手了 不代表她 就沒有心啊 沒有愛的感覺了 就變成說就是一個 應回應而已 應付 應付 好 大家會在這方面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就發現說對方的習慣改變了 在做這個回應上面 鍾翰 就以前很 亞太剛出來就是網內互打 都不用錢 那你交女朋友的時候就說 我們兩個一起去辦亞太 對 然後兩個人就每天 每天晚上一起 一直講亞太講 講… 講到最後 可能約還沒到 真的是沒有話可以講的 你知道嗎 講到無話 她是業務員啊 無話可說就可以 你就會發現 情侶就是可能分手之後 我的亞太要賣 有沒有人要跟我買亞太的門號 我可以便宜 便宜賣你家手機 可能三百塊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女生 女生也在賣亞太 對 這是一個現象 我也是她 蒙面的女大聲 在通訊軟體和手機上 你們交往穩定之後 真的有這麼大的差異嗎 全差 剛剛發言一路非常猛的五號 就是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就覺得美通電話一定要接到 後來覺得煩了鑰匙就直接開 我覺得他們這真的不是穩定不穩定 你真的是其實已經不想彈下去了 對 對啊 還有一些其他生活方面 也會變得不太一樣 是嗎 她跟我們說 有一個她很喜歡的女孩子 很乖 很有氣質 然後唱歌的時候你就知道 就會喝點飲料 我們就問她說 那你會不會滑去 她就說 我不會 我不會 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五十十五開 那整個哭一哭 一開始真的她們就 我怎麼手握起來還喊開我笨笨 這樣子 你們到底都跟什麼樣女生交往 大學生了沒 剛在一起的時候 就覺得美通電話一定要接到 後來覺得煩了鑰匙 就直接開無鎮無鎮 就開無鎮無鎮 那不就接不到電話了嗎 就是用這個名義就可以說 我沒有看到 我覺得她們這真的 不是穩定不穩定的問題 真的是其實已經不想彈下去了 對啊 是不是 來 還有誰 3號 妳說 就是以前男朋友可能下雨天 就為了你淋雨去買飲料 或者是單手倒車入庫 就會覺得她很帥 就會馬上跟好姐妹說 我男朋友剛剛好帥喔 好幸福 可是現在這些 都會視為理所當然 應該的 差這麼多 生活上面這個GG感覺呢 妳自己 我覺得真的男生有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疏忽一些事 就比如說可能一開始 然後簡訊會立刻回 然後後來久了之後 可能真的就很常已讀不回 或是就是會敷衍的 回傳幾個表情符號就這樣 對 我覺得有一種是就是 感覺特別明顯 就是她不是有上線時間嗎 對 以前就是在聊的時候 她都直接一直在線上 對 現在不一樣 就是妳回她一句話 她已經下線了 她看了離開一下 就是妳會看到一直是上線下線 上線下線… 然後都沒有回應 這樣啊 這樣更不行 就是這樣就覺得 代表她在跟別人講 不是… 她沒有那麼黏了 她想要做她自己的事 不想被妳綁在這 對啊 所以除了這個通訊軟體上面 還有一些其他生活方面 也會變得不太一樣是嗎 3號 出門牽手是也會變得不太一樣 對啊 以前在一起的時候 就希望每天可以黏TT 手牽多久都沒關係 可是現在她只要牽我手 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會跟她說我流手汗 可是其實我根本不會流手汗 我有遇過這樣 我一個男生朋友 她很會流手汗 那時候我每次就看到她跟她女朋友 而且她是真的就是會低的那種 她跟她女朋友永遠 就是剛開始熱戀就是真的 每天都很黏很黏 牽在一起 然後之後一陣子我就說 就你們怎麼現在好像都沒有 她就說因為她女朋友 就有一次走來路上跟她講說 我不想牽 好黏好濕喔 流湯了 就大概三個月 會不會是他們 他們剛才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是秋天和冬天 然後三個月後大概就下秋天 沒有 汗量很驚人 因為我自己手汗也很嚴重 然後我以前跟女朋友 然後比如說在看電影的時候 這樣牽得有點甜蜜 可是後來可能交往久的時候 你這樣牽他 然後就是過了五分鐘 他就慢慢把你的手放回來 然後離開你的手這樣子 他還有跟你牽五分鐘 已經滿感人的 已經不錯了 然後可能過十分鐘又會牽回去了 對啊 他還想牽 對 所以這不是不愛 只是因為手汗 手汗 我很好奇 流手汗的人會不會也流腳汗 覺得腳底會不會也出汗 這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定… 有人是都會… 有人是只會流手會流腳這樣都會 不一定 真的喔 對 不是常常接到 不是常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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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擔心 你覺得想要滑… 所以二號也有一些 比較往上的差異 像是以前熱戀期的時候 還會去男生家幫忙整理他們的房間 可是現在沒有弄亂就很了不起了 有時候還會在他房間丟垃圾 去男生房間亂丟垃圾 對 可是就盡量不要弄髒 可是我也不會想要幫他轉移 其實妳自己身邊女生朋友 沒有在男朋友面前 就是後來也形象破滅這種 我有看過一個女生 就是那時候也就是剛認識的時候 然後她就帶出來 然後她跟我們說 她有一個她很喜歡的女孩子 然後很乖 很有氣質 然後都不出來玩 然後就很想介紹給我們認識 然後我們就也是大家就約去唱歌 然後唱歌的時候 妳就知道就會喝點飲料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唱歌 然後會划拳 然後我們就問她說 那妳會不會划拳 她就說 我不會 我不會 這些我平常晚上都不出來 我都不會 就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們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因為就 後來就可能她自己也大家都熟了 然後她就直接就坐下來 然後就自己倒飲料喝 然後直接來 我跟妳玩 五十十五開 那整個咕咕咕 跟 PRO的沒有什麼差別 真的太厲害 然後那個手勢很厲害 就混過的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是我們兩個月前 看到的是同一個人嗎 對 這個真的很厲害 因為一開始真的他們就 我不會玩 我不會玩 開始 我怎麼手握起來還喊開 我笨笨 真的… 這樣子比較難 兩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手勢不一樣 她已經不是這樣握了 她是用這樣子的 對 對 而且 我最無法忘記 是連喝酒的那個姿勢 都超專業的 對啊 你們到底都跟什麼樣女生交往 不會拿兩個啤酒互開那種 真的太厲害 好可怕 等一下 但是那是 你是有交往過那樣子的嗎 沒有 我們有碰過這樣子的女生朋友 就是不會喝… 然後就啤酒拿來就 就兩個人在誤開 就覺得怎麼這麼厲害 露出本性了 真的 好 但是真的做出這樣的事情 就代表說 是不是也就是女生就是說 我們的戀情出問題了 所以我這麼做 對不對 是故意的嗎 是嗎 故意的 想說你會不會改這樣子 打叉是不是 又打叉 這個時候又打叉 來 2號…妳說說看 我還是一樣 就是因為那戀情過後之後 就會覺得沒有必要掩飾 就全部都給妳 5號呢 會給點好的 來 5號 差這麼多到底原因是什麼 妳自己覺得 對 在一起久了就會很膩 就覺得好像都沒有變 就同一個人 所以就是不用理他 然後就自己出去找別人玩 那就換一個人就好了 換一個人就好了 別人不玩 換一個人 可是女生會有放不下的感覺 因為久了就覺得好像是家人 習慣了 好可怕 天啊 男朋友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男生都不知道 現在你們了解了 但是這個 從這件事情我覺得 可能就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的這個親密行為 在熱戀期的時候 會很害羞 純潔好天真 矜持內斂 像天使一樣 但一旦穩定了之後 咆哮大叫沒再怕 先會保自己才是王道 誰要說的 Andy 來 你說說看 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一開始交往的時候就是 他怪得像貓一樣 就很腰腆 然後第一次接吻 是我去親他的臉頰 然後後來就 大概沈默快十分鐘吧 後來才進展到就是 嘴對嘴 可是 就習慣之後他後來就是 只要我什麼 送他回家 在電梯裡 要不然就是什麼摩天輪之類 就沒有人的地方 他就主動鎖我 變得像獅子一樣 這是好事 這不好嗎 很好啊 都比你親了 有點太過頭 蛤 炫耀文耶 太過頭 就是兩個差太多 兩個人突然變很多 他是不是年紀比你大一些 沒有… 沒有 沒有 就像你們剛剛講 女生就是要有點矜持才可愛 當他OK 來…親很可怕 你來… 對啊 就會那種趣味就不見了 就是要有追著女生跑的感覺 對… 是不是 要有點原外感是不是 原外感 那問女大生 對 女大生們 在親密行為上 有很明顯的差距是在哪裡呢 有嗎 有嗎 有差距嗎 2號有差距 像是當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兩個人都會隨時都想要 然後有時候男生會很喜歡 女生摳他們的手掌心 然後摳到手都破了 然後大家都 就是男生都會覺得很興奮 摳到手都破了 摳到手 摳到手都 手皮都破了 都穿過去了 都穿過去了 然後我們就是也會想要 然後摳他們的手 他們會覺得很興奮 但是久了之後 就是其實也不會很想要 兩個人就是到晚上的時候 就倒頭就是說一起睡吧 就已經 反正是女生對這方面冷掉了 一開始是男生 然後再來是女生 然後第三階段就會覺得 很像 男生也有差別很大嗎 我很有經驗 實在地你痛過 我的朋友之前 幹嘛 我沒有這樣 另外一個帶子 實在地的朋友 我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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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洗澡不要 今天要不要 你今天喝酒很臭不要 大概一個禮拜都不給碰 然後或兩個禮拜都不給碰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因為他們覺得已經 他覺得那個是無趣的事情了 Gigi現在到哪一個時期了呢 沒有 我現在還熱戀 Gigi大概一個女生 大概比如說他不願意跟自己的男朋友發生 親密行為大概多久 表示說其實感情真的已經不行 我覺得很難說多久 但我覺得可能應該是有不愉快的事 因為可能 今天可能男生做了哪一件事 就是惹女生不高興 我們就會覺得 你不要 對 或許男生搞不清楚 他已經覺得到你了 對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警訊 男生真的要小心扒緊 1號 1號妳要說我知道 心理行為部分 還在熱戀期 所以感覺還好 可是就是 如果走在路上 就是沒有跟我有肢體接觸的話 我會 我會生氣然後罵髒話 就例如說 從在路上不跟我牽手 我就會把手舉起來說 現在是怎樣 就不要牽 不要牽就不要走啊 對 是會一直弄到他要牽我抱我之內的 但剛剛男生有沒有聽到哪一點 是讓你們覺得說 聽到實話不能夠接受 小萍 我是覺得因為有時候就是 其實有時候女生做的一些暗示 是非常非常細微的 然後我們男生可能沒有辦法去 看到 搞不清楚 譬如說我們在逛街 可是你要有牽手 那可能你的手可能只有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以為說 你可能只是在走路在擺動 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會做一些反應 就是這樣之類的 就是你可能會越來 越做越大的小動作 可是我們不一定有看 我們可能看到 路上有一個玩具 然後就是很帥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 所以 然後你們之後就會生悶氣 然後又不講 然後就說 我們做到怎麼了 然後你就說 沒事啊 沒什麼 沒什麼事 這個你的史黛利之前 你覺得今天聽到這些 蒙面女大聲 你覺得哪一些說法 會讓你覺得真的有嚇一跳 無法接受 其實我覺得 有些真的是因為 男女朋友在一起久 然後感情一定會變淡是真的 但是我比較建議大家的女生 就是一開始 真的不要太急著表現自己 然後太裝扮自己 然後做跟自己不一樣的事情 對 因為 因為你在怎麼裝 你可不可以裝一輩子 對 到時候很難收場 對 到時候很難收拾 對 真的 所以你還不如就用自己 最真實的一面 去面對你喜歡的人 想要問一下Gigi和史丹利 有什麼樣的建議 讓我們可以 我覺得其實 要維持這樣其實兩個人 都還滿用心的 然後像我們可能就會常常說 然後我會 謝謝她 很配合我做很多事 因為比如說她可能 不是一個愛運動的人 因為我真的太愛運動 所以她也願意去做這些事 史丹利接一來 我就說她瘦了 對 她真的在玩滑板 她居然在玩滑板 我們還是在一起 我要學滑板就要學滑雪 然後要一起打 對 各種其間運動 史丹利現在只會滑拳的人 你現在講 對 只會滑拳跟喝酒 史丹利變好健康 真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感情要一直維持在那個熱度 就是需要雙方 當然我也做了很多付出 對 有嗎… 她做什麼 她好像沒有 身心靈的付出 沒有 其實她還是會陪我去做很多 像其實我很喜歡去看球賽 她是會陪我去球場看球賽的那種的 對 因為女生通常都不太喜歡 跟男生去球場看球賽 是 因為我都沒有 對 就是我覺得其實 雙方面都要有一些付出 但是真的一開始要把線畫好 然後真的要做自己 要讓對方知道 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畢竟有很長的時間要走下去 對 看到沒有 所以你看看我們熟男熟女 講出來的話 你知道 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要這樣子感情才能夠 一直維持下去 就 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仍然很感謝 我們的蒙面女大師 今天算滿誠實的 好勇敢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什麼時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